我覺得張問男人可愛啊 因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還給我皮了個叉 想要用我一段平淡又轟裂的愛情 我想再問你 是否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如果你的婚禮票房過億 我會 拍一張自拍吧 我沒有服演 我不大會自拍 到底有多不會自拍呢 用一首歌形容自己最近的心情 不遺憾 第一次見到張若南的感覺 我覺得他可愛極了 我現在的體重是66 如果你感到難過 我會用表情哄你開心 給大家聽簡單的自首 就是想要這部電影吧 你的婚禮這部片呢 他就是在講 周到齊跟英文詩的一個愛情故事 長達15年的愛情故事 雖然這部電影是一個愛情電影 但是我覺得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是跟朋友上 所有的一切 不要把結果看得太重要 都是過程比較重要 然後可能他可以多多支持 我婚禮 那這一次和張若南合作感受怎麼樣 我覺得張若南很可愛 因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還給我皮了個岔 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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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覺得你在雨中的那場戲 是挺有感染的地方 拍那場戲的時候 內心都還是 是不是就不會說 我覺得 情緒得不好 因為那個水車 必須要跟著我的速度 一起這樣跑 所以有NG了幾次 大家要在玩 這個東西的學習 比較困難一點 我想再問你一次 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那句台詞 我覺得還比較深刻 我想讓你現場 分別用狼狗和奶狗的語氣 還原一下這個台詞 我想再問你一次 你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水車車的對你來說 可能難度比較大一點 大家都知道你怕水什麼事 對 但是拍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沒有那麼怕 因為前面已經有做一些訓練 然後有帶一些勇氣 我覺得那場比較困難的 應該說是 因為要保氣方便 你才會沉下去 然後才會比較好拍 所以他在我們都沉不下去 周超齊和游泳池的愛情很遠 作為一個男生 你是怎樣 離誰這兩個人之間的愛情 就雖然我覺得他們中間有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 受過了彼此的百分之一百 就是比較可惜 作為演員演了很多別人的愛情 那你自己對愛情的理解是怎麼樣 想要用有一段平淡又荒烈的愛情 就大家都覺得 看你的戀愛系統時候 代入感都很強 你覺得你自己特別會撩嗎 沒有 我覺得我一定不會撩 真的假的 我不相信 對著我們的鏡頭做一個 你覺得撩的一個動作嗎 那如果一個女孩子喜歡你 你會通過什麼細節嗎 多少都會透過眼神 或者是交談去測試吧 你也喜歡她 那就不動一點了 那你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不是被曬飛了嗎 你是怎麼短時間內 就是白回家的 嗯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做出 我其實是比較白的人 盡量的曬太陽 之前想見你播出之後 你是大家的2020同好男友 那時候聽到別人說 老公內心的OS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覺得要成為大家的老公 是一個很綜合的大人 我就是要自己努力的 去趕上這個位置這樣子 晚上會有個好玩的評論說 真正的帥哥 他是帥而不是吃的 那你覺得你自己帥 可能打60分 現在給自己70分 那你覺得自己的哪能不會最帥 嗯 額豬吧 小巧 但現在都會說你笑起來之後 那個動物呢 什麼動物 都被像柴犬 那也開心 那些柴犬我很喜歡 那你可以發現一下 小柴犬的笑容 就是這樣子嗎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不認識許光漢的人 愛上許光漢的人 你覺得這是個事實還是不 猜猜屁 我有很多面對的女人 今天31歲了嗎 網上對這個階段的人 有個統一的title叫 笨四人 能接受這個嗎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希望趕快來人 沒有什麼願望 是希望在40歲之間達成的 我希望你自己 在全世界 這麼趕快結束 可以帶我愛的人 出去一趟一起 請問你什麼時候結婚 4月30號 你的婚禮 別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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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有婚禮 謝謝 你的婚禮好看嗎 你說什麼 拍笑 愛笑男生怎樣 人氣不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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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